今天用电饭包做底部金黄酥脆 柔软拉丝的蜂蜜小面包 400克高筋面粉放3克盐 增加筋性 4克酵母 30克白糖 再打入2克鸡蛋 先把鸡蛋搅散 再放入110毫升的纯牛奶 用筷子搅成一个面团以后 移到面板 放20克味道比较淡的食用油 这样再接着揉面就不会沾手 重点一定要像视频中这样揉面 揉出这样的膜成品才会柔软拉丝 用保鲜膜密封起来 心发到两倍大 像这样 然后放到面板上揉面排气 分成10个等份的剂子 取一个剂子擀成牛舌状 撒了葡萄干再卷起来 再擀成长条 卷起来一个生胚又做好了 电饭包的内胆刷一层食用油 面包胚蘸一层从熊大那儿寄来的蜂蜜 全部弄好后盖上盖子20形发到两倍大 然后刷一层蛋黄叶或者蜂蜜 撒点椰蓉 盖盖按蛋糕键 跳杂以后再焖10分钟 稍微晾凉倒扣脱膜 听的声音金黄酥脆 喜欢就试做一下吧 我们明天见